我们今天继续来给大家挑战植物大战僵尸2原版 狂野西部的第13天 收集阳光种植植物 抵抗僵尸入侵 这是传统观 阳光是靠自己收集的吧 两排矿车 然后我们要面对的僵尸 出现了一个新僵尸 骑牛小鬼僵尸 其次还有斗篷僵尸和陶金僵尸 陶金僵尸可以双向攻击我们 我们需要的是双向弯斗射手 骑牛僵尸咱没见过 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吧 我们还是带上闪电芦尾 这个西瓜投手是不可以取消的 八斗咱就不用了 八斗效果是一般般的 我们加上一个坚果墙 我们这次是二阶坚果墙 OK开始战斗 首先我们来种植阳光 我们这个是野生向日葵 它的阳光收集能力更强 只不过这是个一阶植物 什么时候才有碎片 能够把它给升级一下的 第二个阳光 好僵尸开始出现 我们还是使用这个闪电芦尾策略 闪电芦尾呢 可以同时电击上下两行的僵尸 所以种一个它可以同时来覆盖两行的攻击的问题 哇塞 这关怎么出现的这么快啊 这个僵尸们 再来一组 向日葵 基本上它无法近身就死了 四 我们先让每一行都有一个向日葵和一个闪电芦尾 保证我们基本的这个阵营啊 不被他们给打破 OK 第一任务达成 好 接下来我们来放置双头豌豆射手 用它呢来防止这个 淘金僵尸啊 正说淘金僵尸 你看就出现了一个 来吧 来一个能量斗 再来一个双向豌豆射手 搞定你们 这出现了一个奇牛的小鬼僵尸啊 继续来放置 再放一个西瓜投手吧 哇塞 它的奔跑速度这么的快啊 然后它会把这个小鬼僵尸的投放给我们 对我们的近处产生伤害 继续来种植双向豌豆射手 这个奇牛僵尸的牛已经变成了这个骷髅了啊 里面的这个骨头都可以被我们看到了 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奇牛僵尸 天哪 闪电炉 哎快 能量斗在哪里 能量斗在哪里 能量斗出动 我们的阵营呢 还是被打破了啊 我们已经有两部矿车出动了 这就说明情况不太妙啊 再来一个西瓜投手 又一个奇牛小鬼僵尸来了 哇塞 这关打得我们有点乱套啊 岩浆翻十六 来一个近战保护 这边又出现了一个小鬼僵尸在狂啃我们 给你一个全息坚果 加上一个双向豌豆射手 然后拉过来我们的西瓜投手 这关我们墙里需要能量斗 能量斗怎么都没有了 阳光的数量倒是还可以哦 岩浆翻十六 把上面的一行保护好一下啊 这关应该基本就是OK了 我认为 非常险的过关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闪电炉尾 这关竟然是使用推车来结束最后一波攻击 好 顺利过关 应该叫做冒险过关